好,我们换了右手 这个昨天自然肝还没有洗掉 我们先换着来 明天估计差不多了 那么今天说达摩一掌经 相传就是达摩 不要管谁 他传的是什么怎么用 我们先来这个 他达摩跟佛有关的 自然他传的就是六套 这个十二个指节 那么两两一对 我们先从子开始 子为天贵性 我们这些字啊 前面都少了一个天省略 都是天 那五就是天福 这两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佛道 所谓正规 那因为他们传来就认为佛是最高的 那我们就这样去理解 那 这两个 想富想贵 你看一阳生 一阴生 是想阴府 阳生就那种贵气 能量就来了 那么但是呢 这个就过于的 显着 大事所需 安逸 大事所需安逸 贵于有的时候太多 反而不贵 不服 不好 那么当然更多的是好 对吧 那就人的理解是这样 那么天鹅 跟天意 这两个我们想一想 在六道里面 公布答案是这个 轨道 那么轨呢 就是感觉 极寒 交迫 到处的 枯魂野鬼 飘 这就是一 他就到处奔波 这鬼精灵啊 他很能折腾 但是这个恶呢 也主这个灾难 跟疾病 多是一次 当然了 他也有好的 赖赖巴巴 活着 好似不如赖活着 这种人 逢到 这个年月日时的时候 我们一会儿再算 那 这个 天权 跟天姑 这就是人的特性 人呢 就正权得利 贪心不足 所谓贪真实 人是第一个贪 那么 这个代表权力 这个更多的 就代表 给人的感觉 绝高贺寡 比较的孤单孤独 国家寡人 公方自赏 所有的孤 那么 这个 就来到了 畜生道 天破星 破罐子破摔 很刚报 这个动物都是这种细心 任 这个很有忍耐力 很有韧性 很刚直 他发挥的好 自然就是好的一面 那么天间 注意 我们每一个 他都有他的位置 这个在晨位 也就是说 属龙们 首先是这个 他的心机 有必要有诚服 修罗道 很有主 跟他相对的 这个是心灵 这是手巧 义 有一门技术 手义 这个多半是用手的 那么这是天义性 然后天文 这个 就大摩他们来说 就所谓 显到 伺害之为 这叫天文 比较有文化气息 有文章 文采 这个呢 天寿星 就比较的 清心寡欲 就能长寿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那怎么算呢 那这种算法 我们可以用现代的方法 传统是用阴力 我们阳力也可以掐着算 就是说你比如说出生在龙 那你先 这个年 我们下去刚才说吧 实在说过 后面几天 还有更多好玩的 各种算法